哈喽大家好,大家看到台湾的大选备受世界瞩目 每次在大选时候都有很多朋友去那里去观看 然后做一些采访报道和相关的评论 那么这次的大选去的人就比较多 为什么这次台湾的大选如此受到国际社会的这样的高度重视呢 大家知道,这次台湾大选可以说表明台湾社会已经步入到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了 也就是说,台湾社会你是继续朝着自由民主方向走下去 还是投靠到中共的怀抱部香港的后尘呢 连日来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看王毅在1月10日又代表十字亿中华人女讲话了 他说中华人女要统一台湾的学习,煎入磐石,火药味非常的浓啊 但是他这番讲话立刻引起了网友们的一片热议跟帖嘲讽 网友的这番讲话之后,立刻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跟帖 网友说,作为中华儿女,我会站在正义的一边 还有的人说,正义终究战胜邪恶 还有的人说,台湾民众加油 我们接着往下看,下面还有很多的留言呢 还有的说,我会站在工人和农民的一边 还有的说,文明将统一邪恶 还有网友干脆称王毅为罗刹国第一丑 还有网友吐露说,王岐山的嫡系刘建超将接任中国的外交部部长 而且,王岐山的派系将从长金融和外交大权 还有网友发现说,王毅夫妇在加拿大拥有两座豪宅 他这个丑闻持续发酵,中共当局继续保持沉默 大家看看,王毅刚才说,他代表14亿中华儿女 要介入盘石内统一台湾 可是,真正的中华儿女在这儿呢 他们连温宝都不能解决 连房子都被强拆了 钱交了之后,房子也进不去,也住不了 钱放到银行里也取不出来 孩子上学问题解决不了 这个等等吧 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这已经不是一个地方两个地方的事了 全国各地民众都是怨声载道 民不聊声 谁跟你有那个心思要统一台湾呢 他们盼望的是让台湾统一中国才对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黑龙江省大庆市民众的抗争 他们与警察在争执起来了,发生了肢体的冲突 而且中国是会挣肥一家 这个人放着工人在街上,就绑架而从 这是来自河南的消息 这是江苏的消息 楼盖好了,可是工人的工资却不给发 他的楼的名字起得都非常好听 叫什么新移新城五月 人们在这里讨工钱 说新移五月还我血汗钱 你说这是什么世道 楼盖好了,不给工人的工资 这是来自重庆的消息 民众上街抗争 大家看一看啊,这还是这两天的消息 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到处成天都有这类事情发生 你王毅信誓旦旦的说要代表14亿中华儿女要统一台湾 可是我们看到的中华儿女谁喊要统一台湾了 从立法面说,台湾人民让你要统一台湾吗 台湾人民统一吗 你要把台湾也变成中国的这个样子吗 大家看白瞎的这个帅哥市长蒋公的孙子吧 他还在为国民党拉票 民众说跟着国民党跑步进入 火葬场 是关键时刻 但是选谁这是关键 是责任 可惜啊,可叹啊 这些国民党人啊 良心都被狗吃了 再看看这位国民党的大佬 他是怎么说的 人家问他,习近平可信吗 他说统一是我们宪法里说的 台湾是可以接受的 完全是中共的那一套说辞 没准啊,过两天台湾的国民党 把国民党的名字可能也要取消了 干脆就叫共产党得了 台湾国民党是台湾的影响啦 你说对吗 第一票 赖清德要高票动算 对吗 他要走小英路线 我觉得小英是做最好的总统 经济这么好 台湾这么安定 这么自由 你要怎么说都可以 要去都可以 我们如果真的变香港 今天就没差大家坐在这里啦 还有两天多的时间 台湾大学就开始了 台湾到了关键时刻了 1月13号 让我们继续创造 属于台湾人光荣的故事 外星人,小美国 一定会在这条道路上 让台湾走得更稳 走得更远 从刚才的节目中 大家也都看到了 非常的耐人寻味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就包括每位候选人的 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也包括我们台湾所有人的 每一张选票都至关重要 真心希望我们大家所有人 都不要被眼前的迷雾所遮挡 给自己未来留下遗憾 希望大家都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好,今天的节目 就和大家分享做主题 谢谢观看小峰 我们下次节目见